超香 今天花了40块钱买了一个猪前腿 我家小孩子不用喜欢吃这种肉多一点的 所以就买了前腿 后腿的话它皮比较多 现在给它清洗干净 猪脚洗好了之后呢 冷水下锅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姜片还有白酒可以去腥 猪脚焯完水了之后呢 我们要给它清洗干净 这表皮如果有些白膜要给它刮掉 然后我们来腌制一下 加入一些姜片 还有盐 鸡精 花生油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最少腌制30分钟以上 让猪脚完全吸收这个盐的味道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浸泡一皱五指茅桃 这个五指茅桃也要浸泡30分钟以上 它才容易出味 五指茅桃泡开了之后啊 我们找个弹一点的盘子 把它铺在盘里 再把腌好的猪脚放在上面 猪脚一块一块这样子平摊开马上 才容易熟 然后在上面盖上保鲜膜 防止这个香气呢 给它溢出去 像蒸出来的猪脚会更香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锅蒸了 上汽了之后开始算时间 大火蒸50分钟 时间到了可以出锅 哇 隔着这个保鲜膜我都能够闻到 我这茅桃的香气了 把这个保鲜膜给它撕开 小心烫熟 超香 这样做出来的干蒸猪脚呢 吃起来芳香爽口 带着五指茅桃的那个清香 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拾起来试一下 天气这么热 今天用猪脚来做个凉拌菜 猪脚呢 我们先冷水下锅焯一下血水 加入姜片 料酒和白醋一起煮 先去去腥 水煮开了之后呢 它上面会有很多的浮沫 我们先把这个浮沫呢 给它撇去 然后再煮一会儿 捞出来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一般的猪脚 我会买前脚 它骨头小 肉多 洗的时候呢 顺便把煤刮干净的地方呢 我们再给它刮一刮 接着再准备一个砂锅 把猪脚放进来 加入木木猪脚的清水 然后再加入姜片 桂皮 八角 香叶 一勺盐 大火煮开了之后呢 转小火煮30分钟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处理红葱头 这种红葱头啊 它用来做配料呢 会比小洋葱要香的多 剪去头尾 然后呢 把表面薄薄了一层剥去 先用刀背轻轻的拍扁 它更容易出味 再随意的切一下 也不用切得太碎 接着再泼上热油 激出红葱头的香味 然后呢 调味我们加入生抽 盐 白糖 拌匀 这种葱油酱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用来拌面拌粉 也是很好吃的哦 那我们的猪脚呢 也煮了有30分钟了 可以捞出来过一下冰水 煮熟的猪脚呢 过一下冰水 它吃起来会更加的Q 泡个三分钟就可以捞出来沥干水 然后淋上刚刚调好的葱油酱 还有花生米 熟芝麻 香菜 给它搂匀了 再冷藏30分钟就可以吃 如果没时间的话呢 拌匀了也可以直接吃 那我们今天这一道红葱头凉拌猪脚就做好啦 猪脚呢 它吃起来是特别清爽Q弹的 就连中间那一点点肥肉也是脆爽的 一点都不腻哦 喜欢你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小坏 我们下期再见 又到了吃猪脚姜的时候了 今天我来分享猪脚姜的做法 其实之前呢 我也分享过两期 但是时间比较久了 很多粉丝说找不着 今天再重新来分享一期 先来把这个姜的皮给它刨去 我们平时吃呢 可以用肉姜 像今天这个就是肉姜了 如果做月子的话呢 你一定要用老姜 姜刨去皮了之后 给它稍稍拍扁 大概你就拍成这样子 有一点点裂 但不要很碎 这样比较好入味 平时这个姜呢 我还会再煮一下 先去掉姜的辛辣味 煮开了之后 你就调中火 给它煮个10分钟左右 姜煮好了之后 我们给它换个锅 干炒一下 把水分给它炒干 炒到干干的 就把它倒到砂锅里 甜醋的话呢 一般是用这一款 然后呢 是两只糯米甜醋 配一只天丁甜醋 这样配下来的口感呢 是刚刚好的 接着再把甜醋加进来 这样我们先跟醋一起 煮个30分钟 把味道先给它煮出来 然后我们来操一下猪脚 这里我买的有3斤多 这不是刚好圆旦了吗 做好了明天带回乡下 跟老人家一起分享 冷水下锅 加入姜跟料酒 给它煮开 猪脚擦好水了之后呢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这样煮的差不多 我们猪脚也处理好了 来把猪脚放进来 猪脚如果是坐月子吃的话呢 你就用油再炒香一下 再放进来 放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锅醋很烫手的 根据个人喜欢可以选择再加入一块黄片糖 少许盐 然后盖上盖再保持中小火煮个20分钟 我们就煮了油20分钟了 最后来把鸡蛋加进来 鸡蛋提前煮好剥去壳 加进来之后呢 再给它煮开 然后就可以关火焖 焖它一个晚上 鸡蛋放进去之后呢 关火就烧到一条大一点 给它煮开了 盖子不要盖满 以免它铺锅 好了 现在已经煮开了 盖上盖关火 那么明天早上就可以吃了 一个晚上 我都在念着这锅猪脚姜 一早我就忍不住要包来吃了 哇 真的好香啊 闻到都很想吃了 这个颜色也特别好看 看看这个鸡蛋 超红亮 这里面的姜呢 它吃起来是很香的 一点都不辣了 这个汤也是超好喝的 寒冷的冬天呢 记得一定要给自己跟家人煮一锅猪脚姜来吃 吃完了全身都是暖红红的 猪脚姜正当时 喜欢的朋友 你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这猪脚软软糯糯的超好吃 鸡蛋也是闷得又香又入味 最好吃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简单好吃 还特别适合冬天吃的猪脚做法 这个猪脚呢 先冷水下锅 先给它焯一下水 焯完了之后捞出来清洗干净 今天分享的这个做法不用煎也不用炒 做出来的猪脚特别香 猪脚放到高压锅里面 然后加入几块这种拍扁的老姜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碗客家黄酒 小半碗生抽 一小勺盐 少许冰糖 最后再来一碗清水 再给它拌均匀 盖上盖刚开始调中火压 上汽了之后就改小火压15分钟 压好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卸气开盖 然后收一下汁 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砂锅 把砂锅稍稍加热就行 砂锅它的保温性比较好 这样子冬天的话呢 你来吃它就热腾腾的 这样做的黄酒猪脚呢 它吃起来又香又软糯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